中星号9月30日电,29日,汉能在背景水利方发布薄膜太阳能新产品,汉墙。 汉墙采用全球最先进的玻璃基同音加息薄膜太阳能技术,兼具安全性与发电性能,是全球手套发电墙绿色系统解决方案。 作为汉能第三代建筑解决方案,汉墙在技术和应用方面已非常成熟。 它的发布将成为全球生态建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汉能创始人李和军现场致辞,汉能创始人李和军,美国绿界委员会被亚驱董事总经理杜玉生,著名建筑师迪拜阿芬建筑工程公司,总监,保罗哈斯拉姆, 汉能太阳能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刘先授邀出席会议,除北京主会场外,中国香港,美国洛杉矶,阿西圣保罗,日本东京,荷兰阿姆斯特丹,阿拉伯联合球场国, 比拜全球六大分会场同期进行,心目中汉强细节图,当天,汉能创造性的将森林未到待建发布会, 来自住建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界,房地产线上千位贵宾和媒体嘉宾, 在最绿色自然的环境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汉强法部会当天,也是汉能二十九周年私庆日,汉能创始人李何军表示, 随着清洁能源的推广和应用在全球达成共识,中国也非常重视清洁能源的应用和发展, 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蓝天保卫战与水清沙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出台的各项政策也取得很好成绩,然而实现理想目标, 尤其是实现能耗大幅度降低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主要因为太阳能在建筑上的应用还没有革命性的技术, 而汉强的出现突破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太阳能不仅可以在屋顶上应用, 还完全可以在墙面上大面积应用来大幅提升清洁电力的利用水平。 汉强产品具有多种风格,可以满足各种建筑设计需求, 四大颠覆三重价值, 汉强打破传统认知, 对于建筑而言, 汉强是具有化石带意义的新物种, 李和军说, 具体上, 新物种的心在于, 它颠覆了我们对于玻璃, 墙面, 建筑乃至城市的认知与想象, 在过去, 拥有着悠久历史的玻璃建材, 仅仅只是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强创造性的将先进了薄膜太阳能技术植入, 让普通玻璃变身发电体, 颠覆了人们对传统玻璃的想象。 其次, 汉强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新型绿色建材, 可以和建筑的墙面结合在一起, 成为会发电的墙, 这颠覆了我们对于墙的想象。 第三, 汉强让每一栋建筑, 不仅结盟, 还主动创造能源, 成为绿色发电展, 颠覆了对于建筑的想象。 最后, 汉强让成千上万座建筑成为绿色, 甚至成为景临能耗建筑, 由此可以诞生出了一个相互联接, 电力能源自我依赖的城市, 实现真正的生态城市, 颠覆了对于城市的想象。 SBC委亚区董事总经理, 杜世生产致辞, 新物种的心还在于, 汉强同时具备了安全性、 环保性、 经济性三大核心价值。 作为建筑材料, 安全性是最重要的基础。 截至目前, 在研发汉强产品的过程中, 已产出了超过700件专利及专利申请, 并已获得及申请了中国3C认证和全球6个国家, 地区的权威机构认证。 它是汉能技术人员工科书百项南极生成的最可靠的产品解决方案, 汉强可看是二级台风, 能够适应零下40度到0385度的大温差那热靠动考验, 使用的是不燃性材料, 燃烧性能等级达到了A级。 在各种极端恶劣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十年质保, 而十五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5%。 碳蒙太阳能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刘谦现场解读和强解决方案, 在环保方面, 在建筑总能耗以达全国能源, 总消耗量45%的今天, 建筑已然成为主要的城市污染源之一, 如何把城市还给森林, 让建筑与环境和协共处, 实现永续发展, 汉强成为了破级路径, 让建筑能够主动生产能源且无排放, 减轻对环境的负荷, 实现了太阳能在建筑上应用的革命性突破, 这便是汉能珍贵的环保价值。 与此同时, 汉强的经济价值同样不容忽视, 据测算, 在北京移动建筑物那里面, 安装1000平米汉强, 日发电量可达到326度, 一年的发电量可达11.89万度, 如果全国30亿平方米的木墙, 全部采用汉强系统, 一年的发电量就可达到2448亿度, 折算成商业电费平均1.1元每度, 仅次发自用的收益, 就可以达到2693亿元。 除了发电的收益, 和强创造的清洁电力, 还有助于提升绿色建筑的评分, 而获得高等级绿色认证的建筑相比同地段的其他建筑, 在租金上可以获得25%到30%的溢价。 著名建筑师迪拜阿芬建筑工程公司, 总监保罗哈斯拉姆, Porteslam, 打造城市新地标, 和强用建筑绿化城市, 呼应把部会主题, 发电墙成就新地标, 标志性建筑对未来建筑, 有非常巨大的导向作用。 直到今天, 一提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大家都习惯于用高度去定义, 而在汉能看来, 优秀的地标建筑, 应该是采用高效的可在生清节能源, 并与建筑达到高度的融合与统一, 获得严格的绿色建筑认证。 它是绿色的建筑, 生态的建筑, 汉能家携手住建不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ASCBC, 等机构共同推动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事业。 其中汉能与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联合发起, 成立了ELITE绿色建筑新能源委员会, 并签署联合宣言, ASCBC为亚区高董事总经理杜志生先生表示, ASCBC将全力支持汉能发起的全球绿色建筑新地标招募计划, 此计划中, 汉能将自由对入学的绿色建筑项目进行游会, 甚至提供免费的汉强产品支持, 以助力打造更多绿色生态建筑样本和新地标, 对于汉强在生态建筑中的应用, 著名建筑师兼汉能太阳能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刘先先生认为, 在技术层面,由于其弱光发电性能, 汉强大大拓展了未来生态正式新的节能空间, 可使建筑绿能面积提升三倍, 而在美学层面, 汉强除黑色及除色外, 还有多种色彩的款型, 以及宝石彩等多种花纹, 在建筑设计上, 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可以说, 汉强不仅能融于建筑, 更能挖掘出未来建筑的更多可能性, 而对于汉强带来的技术突破, 著名建筑师迪拜奥芬建筑工程公司总监, 保罗哈斯拉姆, Paul Haslam评价说, 目前对BIP的认知, 仍然处于传统屋顶发电板上, 我们经常和来自伦多尔, 美国和中东的建筑师交流, 他们有一致的观点, 他们认为BIP的成本高, 发电量少, 应用在建筑外墙, 视野不能体现建筑美学, 而汉强的发布证明今日的BIP技术已经与往日截然不同, 汉强有着巨大的潜力, 是革命性的颠覆传统木墙方案的设计, 如果说传统的地标建筑摩天大楼, 是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 那么汉强寄望打造的绿色线地标, 目标是让建筑像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一样, 从阳光中汲取能量, 并创造能量, 从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一面汉墙一片森林, 是汉能创始人李和军, 在本次发布中的演讲主题, 从理性层面讲, 没使用在南里面的1000平米汉墙系统, 棉花电量所产生的环保效益, 相当于一年内少少48吨煤炭, 减少125.9吨二氧化碳排放, 减少408.3公斤二氧化硫排放和355.5公斤氧化物排放, 相当于一类城市种了6000棵绿树, 而上升到感性维度, 汉墙的沉代表着人与自然Human and Nature 汉能的使命是, 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 这即是汉能的核心理念, 也是企业责任的体现, 29年来汉能专注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类和自然更加和谐, 让世界更加美好, 所以, 汉能期望城市不是冰冷的钢筋或泥土, 而是拥有生命的生态空间, 第三方数据显示, 薄膜太阳能建材市场, 完全属于蓝海市场, 建立十分巨大, 我们希望与社会各界人士同期努力, 为我们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 为人类作点贡献, 你和君说,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